今集的交比堅城时间先讲一下坦克的消息 这位曼联新领队不会出席亚迹士冠军庆祝派对 提前离队改为飞去曼切斯特 展开执教曼联的前期工作包括加速买球员的进度等等 不过坦克就说明不会插手带领曼联今季最后一场比赛再客队水晶弓 会继续由难力刻负责 这也对的正所谓好来好去 话畅之前都说明坦克下季才是曼联的扎写人 星期日一场关乎增标形势左右大局的赛事 韦斯咸主场对曼城徐仔波凭着茶乐保云两个入球 半场领先2比0 都吓一吓曼城 相信亦都令到利物浦的涌等心中舌起 最后赛果是2比2 马列斯12马县客未能够代走3分 曼城多打一场之下 榜首4分领先利物浦 红军18号有场保赛再客队收咸顿 据报领队高普这场可能会收起 捉中杯商出的沙娜还有中坚云迪克 用意是保护他们 不想在欧联决赛之前有什么差池 韦斯咸对曼城拿到1分 亦都确定了球队踢欧洲赛的席位 至于踢欧协联还是欧白 形势是被动的 因为排第六的曼联head住他们2分 韦斯咸在撒科战再客队白礼顿 说回曼城的赛事 亦都是35岁的忠臣劳保 在主场和球迷告别 出身于韦斯咸的清分 早前宣布完季后就会挂香 结束他一生一球会 长达18年的职业生涯 互级形势方面 爱华顿主场对宾福特 上半场18分钟已经打小过 最后9人应战之下输2-3 爱华顿只是以1分领先列斯联 不过就打小场 和背三的班尼就有2分的差距 爱华顿20号有场对水积攻的保赛 如果全取3分的话 列斯联和班尼要互级 两队只能够活一队 请不吝点赞 订阅